卓西乡山里部落的来山里看山里是卓西乡第一个地方创生的计划 2017年开始以筑马以及苦茶树为主 成功打造山里部落的特色 这次透过花莲县议会民建小组考察来到部落 让议会听见部落计划未来的发展 也希望议会能够支持 卓西乡山里部落的来山里看山里是卓西乡第一个地方创生的计划 2017年开始以筑马苦茶树为主 成功打造山里部落特色 这次透过花莲县议会民建小组考察来到部落 让议会听见部落计划未来发展 也希望议会能够支持 我们二招也非常的非常的认真 然后也提议是不是来看一看 那我们的这个计划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有舒服的地方 或者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计划 还有什么需要加强的部分 山里部落发展协会总干事说 透过地方创生计划让部落长者走出来 让筑马文化得以延续 更让年轻人了解部落 目标其实它有分三项 三项 那这个是第一项 第一项 筑马赴于延区 其实你们进来的时候会看到一个筑马 已经拨过品 那个就是筑马 老人家说筑马还是要入 其实我们很多的产品也都是用筑马来做 今年要执行将近要一千万 一千万 一千万的这个这个经费 所以一直到现在 其实大家就是我们部落的年轻人 就是我们的专案机理 三位的专案机理 其实大家都做得很不错 总干事说 如何让部落产业成为在地重要经济名脉 是许多部落思考点 地方创生计划在山里部落 让族人看见产业提升起机 他们希望把握这次机会 让这个创生计划延续 筑马以及苦茶成为永续经营的产业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波动